啟示三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写作啟示 题目是 李敏恒极爱犬走失了 少为他而写一则啟示 登项于报章 已尋着他的下落 全文得多于120字 标点符号包括在内 我们上次已经写完全文 大家还记得这一则啟示? 全文是否合乎题目的要求? 全文是共118个字 标点符号包括在内 所以我们这个啟示是符合要求的 现在我们重温啟示的格式 这一则啟示格式的标题是什么呢? 标题是尋犬啟示 那哪些文字是属于正文的呢? 由10月20日下午5时开始 至到 紧奉博囚答席都属于正文的部分 那 处名的部分呢? 那处名的部分就是李敏恒 那啟示的日期呢? 日期是2015年10月22日 那大家熟习了啟示的格式和作法之后 现在考考考大家 这里有个题目 幸谈中学社会服务团打算去暑假期间于学校内 举办教书买卖活动 是以该团的名义 写一则啟示 招募同学担任该活动的义工 全文不得多于120字 包括标点符号在内 这一则是什么类别的啟示呢? 招募啟示 这一则的标题是什么呢? 招募义工啟示 这样 怎样去写作这个正文呢? 给大家想一想 本团将于本年8月11-10日 在学校礼堂举办教书买卖活动 帮助有需要的同学 以较低廉价钱购买教科书 由于活动需要大量人手 现成精热心同学担任义工 使工作得以顺利推行 有意者请于3月10日前 亲男学校活动失报名 大家要注意这一则 啟示中 随着说明招募事情 还要清楚 有意者于3月10日前 亲男学校活动失报名 啟示的存名是什么呢? 社会服务团 由于对象是校内的同学 所以可以省内学校的名称 恒坛中学 日期是什么呢? 由于学生是于3月10日前报名 所以 事应较早前发出的可定为3月1日 我不最好加上年份 就是2015年3月1日 全文是122字符合题目的要求 好 大家试试做一个练习 是否是恒坛中学社会服务团 打算在暑假期间内 校内举办旧书买卖活动 事与该团的名义 写一则啟示 招募同学担任 该活动的义工 全文不得多于120节 view点符号包括在内 请依题目指示 写作啟示一则 答案是红下可以自由写作 可以看下本短片的例子 以下各项不及分 内容是占25分 文具组织占25分 格式 格式错误 每项扣1分 最多扣4分 全文总共分50分